而且4090被制裁可能意味著4080、4070跟著漲價 所以自言才是王道 現在越來越佩服華為的麒麟9000S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又被制裁了一波 就連RTX4090的顯示卡 都被禁止在中港澳銷售生產啦 那這讓中國的遊戲玩家或是AI繪圖師都炸鍋了 那有些店家還急速下架庫存 只留部分在網路上炒作價格 讓原本將近就快2萬塊人民幣的顯卡 最高點一度被炒到了一張 將近5萬人民幣啊 結果粉紅痛罵的是美國 是不是怕咱們中國才制裁我們啊 其實美國這波不是針對中國而已啊 阿拉伯地區啊什麼你們的好朋友啊 同樣都制裁 不是你的問題而已 一掛的人一路的人全部都制裁 而重點美國制裁的是 禁止用在商業跟生產用途 就是在中國的工廠是沒有辦法繼續再生產這個 但是如果你們跟海外購買 消費性應用的產品的話 還是可以買的 最讓我不能理解的是 小粉紅在痛罵美國 但其實如果你們是消費用途的 就是玩遊戲還是可以買得到 中國製的商家炒作價格 下架庫存 然後慢慢慢慢一波一波 銷售 然後一張賣到快5萬塊人民幣 到底誰才是真正你們要痛罵的 漢奸賣國賊啊 誰才是發國爛財的人啊 就如你們粉紅說的嘛 徒手也要把晶片刻出來 不好意思啊你們現在除了晶片之外 顯卡也要徒手課啊 最好你們可以做超過4090性能的顯卡啊 甚至是取代他的地位 加油 就如你們去2022年說的啊 美國經濟衰退不可避免 中國要超音感美了 結果現在看來還是美國在帶全世界玩啊 而我們也可以從中國造家人跟中國的富豪 都往哪定居 比較多資產移民 就可以知道哪邊的經濟 相較之下比較好 第一次聽到吼有人會全家移民定居 或是把錢放在經濟衰退的國家 我第一次聽到啦 所以代表這不是事實嘛 可見嘴上說謊 身體還是要誠實 把家人都送過去哈 那10月18號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平台的移民搜索量 高達了1156% 其實我們這次從中國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 就可以知道中國的經濟狀況跟這個一帶一路 到底有沒有很成功 從第一屆第二屆到今年這一屆 人數參加的國家 參加的總統是越來越少了 到今年這一屆啊 你即便是把所有的總統夫人 一起弄上去拍照合影 人數都沒有第一屆來得多 而且第一屆還沒有讓他們的夫人來陪衊 你就知道要跟美國玩經濟還是跟中國玩經濟 而中共最近又在放話說什麼呢 中國在國際上幫助很多發展中國家或是落後國家 建設什麼公路 鐵軌啊 什麼道路啊 結果下面引來一堆中國網友的痛罵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只不過現在啊 大部分都被開啟精選評論 你們是看不到的喔 自己屎都沒擦乾淨 還給別人擦屁股啊 哪一個錢不是納稅人的血汗錢呢 敗家還這麼硬氣 你不是說你月薪三千嗎 你需要納什麼稅呢 月薪三千的人還是要納稅 因為你們的月薪三千已經先被扣了五險一季 已經先被扣了企業的稅 中國的企業稅非常的重 那企業的稅越重 往哪扣 中國薪水 中國工人的薪水去扣 其實你不是三千 你只是實領三千 但是扣上去的稅是更多的 而且 年收入要納稅之外 你在中國買的任何產品 都有他的消費稅 加油也有這個燃料稅什麼 都是稅 包 所以不管你月入多少 在中國就是要繳稅啊 回頭看看自己家米缸吧 呵呵 我就非常討厭這個人了 是真的非常討厭 我也是討厭 長得一副階級鬥爭的臉 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自家都窮成啥樣了 還到處 交酒肉朋友 全是1450 消死了 現在 在中國 你的IP也在中國的省份的人 罵中共都會被打成民進黨的1450 哇 民進黨的版圖 越來越大了呢 王公公 趕緊派包機接回滯留以色列的中國人吧 打腫臉充胖子 非常好 首先能不能在企業裡面推廣 不要什麼都上升到政治任務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中國的外長 王毅說了 不要什麼事都跟政治扯上邊 你們中國的任何企業媒體裡面都有黨治部 然後還要讀這個腎上的思想讀本 小學生也要讀 然後你說不要扯政治 我的天啊 把國內醫療免費做了吧 希望月入不足1000元的6億人 早日收入翻倍 你翻倍也才2000 為什麼不建設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呢 或是提供學生們免費的午餐 美國做到了 中國做到了嗎 粉紅會說美國人口少啊 對啊 美國人口少 所以 美國納稅的人的錢也少啊 中國人口多 所以中國納稅人的錢也很多啊 能不能給自己國民發點錢 現在買手機都要講政治 大家知道什麼牌子了吧 OK我們看完這些暖心的留言啦 最近中國不是說要派特使去中東調停嗎 我看到這我真的會笑死 人家拜登昨天可是親自踏上了以色列的領土啊 會面了以色列的總統 到底誰比較慫啊 就如你們粉紅說的 你們都是支持哈馬斯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雖然你們中共不敢表明 但是你們怎麼不號召一下 聖上趕快去哈馬斯的領地 去會見他們的哈馬斯領導人 還派特使 結果你只是派了特使 比拜登還慫 結果特使也不是去哈馬斯領地啊 所以我說你們夠慫的啊 你們不是說自己都幹了贏美國嗎 你直接過去當面幹美國啊 這樣台灣問題你也不用擔心了 中美實力差距 你真的是不用想 你不用口嗨 這不是你口嗨的程度 而且我們論中美兩國到底哪邊的民間更團結 你現在在中國一人發一把槍 你試試看 美國現在 基本上很多州都一人一把槍 你試試看中國每人一把槍會不會比美國嚴重N百倍 你看一些爛尾樓的 被銀行欠款了 歸幣也好 恆大也好 還有這些P2P爆雷了 被村幹部欺負了 被這個居委會欺負了 被大白欺負了 你看會不會直接拿槍開幹 中國的校園矛盾就已經非常嚴重 還沒有槍你這個進去我跟你講比美國嚴重千百倍以上 所以你不要說什麼美國又亂又怎樣 還說什麼團結的吃人說夢 中國人一人有一把槍的話 你們絕對是先S自家的中共造家人 現在中共還把以前特色管理蓋的醫院 當作是出租屋 一間1200塊人民幣 真的是非常的 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們帶大家來看這個留言 這個時候可以養小貓小狗 去年全給你弄S啦 我看12塊都沒人租 說點實際的 對剛畢業的北漂來說 這個條件可以了 還獨立未遇 不然1200只能住狗窩 一樣的地方 一直是當初大賺一筆 現在還能源源不斷的賺喔 快樂方倉 文化方倉 然後這裡面最關鍵的留言 還是在這個 這個時候可以養小貓小狗 去年全給你弄S啦 對吧 這三年在中國 我們看到不少這樣的狀況 而且我們這三年做過很多類似的節目 大白窗進你家就把你家的寵物狗 寵物貓給S了 而這不是中國少數個案喔 理由是怕寵物會養 然後再傳染給人 我實在懶得跟你說這些科學依據啦 結果事後證明不會 中共還不道歉 賠款也沒有賠款 還加大封殺消息 現在河南鄭州黨媒 還開直播現場S狗給你看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貼文喔 最近我們這些愛狗人士相當氣憤 那只是某家人的狗不酸神 而且是禁養權導致的 現在這個事情的熱度出奇的高 而且官媒明顯在帶節奏 今天晚上鄭州甚至官媒開直播抓狗了 只要你的狗沒有晶片 哪怕有狗鎮都不行喔 養狗鎮 要抓就抓 還有所謂的超過55厘米 肩膏也要被抓 甚至如果你的牽引神超過了1.5米也要被抓 很多狗狗都不可能在55厘米以下 他們也不是禁養權 但是就也要抓 比如說拉布拉多或是黃金獵犬 被抓了以後你只有兩個選擇 要嘛是無害S要嘛是交1萬塊也輸出來 這個無害化S就是個笑話 我們去年就可以看到他們是怎麼 所謂的無害化S狗 一劑悶棍 也不是一劑啦可能二三十劑悶棍 就這樣S下去了 這件事情本身只是一個個案 但是這件事情以後各地會拿這個做文章濫用職權 並且網上S貓S狗的狂佔領 幾乎所有的狗狗視頻的評論區 很明顯嘛 中共要學那個已開發國家一樣 整治 落實寵物狗要天神 或是養獵犬大型犬的話可能 出門的時候嘴巴要戴那個防套 對吧 即便是有幾個養狗的人 不聽話不遵循這條法律你就逮捕他 你沒有必要全程搜捕還直播 去S狗你有病之吧 哪怕是一個有良心的人 管他有多壯碩 管他多麼的有勇氣 都不會去S一個無辜的生命 這就是中共的一刀切欄證 從來沒變過 這三年也是這樣子啊 所有懶政一刀切 你們還常常在取消民主國家的效率 沒你們高 原因就是我們要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對吧 而且你們所謂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策 與品質往往都沒有我們民主國家好 很快就爛尾了 就跟你們的房屋品質一樣啊 還記得1955年的大躍進嗎 你們偉大的前聖上毛主席啊 發起了一場打麻雀運動 共計S了好幾億隻的麻雀 因為麻雀會吃我們的農作物 所以我要S麻雀 結果這也間接造成大饑荒的原因之一啊 你少了大量的麻雀 結果害蟲反而變得更多 造成糧食收成更差 當然啊 大饑荒主要的原因還是 前聖上的理想化的社會主義造成的 以及中國傳統文化虛報 甚至把播種的糧食都拿去上繳了 這個我們有機會再討論啦 總而言之 這樣的國家跟這樣的體制 真的不要痴心妄想說要治理台灣 要統治台灣把台灣變得更好 你說這句話就好像一個光鮮亮麗的明星或是網紅 天天炫富啊 利用自己龐大的媒體優勢 說自己要統治比爾蓋斯 要統治曹新城 要統一他們 要改善曹新城跟比爾蓋斯的生活品質一樣荒唐可笑 我們看一下美國的例子 波多里格一直想要加入美國 但美國不願意讓他加入 美國並沒有說 因為你又老又窮 所以我要統一你去改善你 並沒有 反而是越窮的地方 美國越不想讓他加入 亦在中國也是如此 這才是政治 任何的政治都是跟利益有掛鉤 世界上不存在 沒有政治沒有利益的關係 我去幫你 所以中共天天說台灣又老又窮 但數據上我們都是完勝中國的 確實又要統治台灣 是要改善台灣的生活品質 你要不要笑死人啦 台灣如果真如你說的又破又沒有價值 你才不願意去統治咧 我們就不要說2023年的今天了 我們就說1950年代1960年代 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也覺得 台灣比他們窮迫 但我們現在拉回2023年 我們來對比一下1950到1980年代的台灣跟中國 真的是如此嗎? 所以我們2060年的時候再回來看一下 2019到2023年 確實如此嗎? 別跟我扯什麼 因為都是一家人啊 所以不願意台灣人受苦 你要先確定你人均一萬三的國家 有資格講這句話 你先好好提升 你們中國內陸城市的人均跟社會福利 先把恆大規避園的爛尾樓搞定 再跟我說一家人 好嗎?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掰